男人用电棍击打着面前的怪物 而他不知道的是 电光人瞬间化身成电流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下一秒 哈利以外的所有人都被瞬间秒杀 电光人以电流的形态再次化身成人类形态 看到眼前的这张复仇王牌 哈利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展开复仇 因为他们二人有着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杀死蜘蛛侠 而计划的第一步 那就是找到奥氏公司的叛徒 命令他立即交出能变成蜘蛛侠的超级毒液 哈利一心想变成蜘蛛侠 但他不知道的是 注射超级蜘蛛毒液血清 有些人可以变成蜘蛛侠 而他却被毒液反噬 变成了一个不人不滚的怪物 为了能寻求活命 哈利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爬进了公司 研发了三十年的绿魔战甲 作为回报 现在整个城市的电网控制权 全都交给了闪光人 而下一秒 整个城市的宫电网络瞬间瘫痪 电光人吸收了整个纽约市的所有电量 现在的他无比强大 甚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对百里开外的纽约市中心进行闪电轰炸 蜘蛛侠知道 这将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超级大战 蜘蛛侠顺着闪光人的踪迹 在城市上空快速游走 直到他来到了光电人的主场 而这里就是由闪光人 亲手设计的城市电网 他发誓要在这里 让蜘蛛侠看清楚 谁才是这个城市唯一的神明 蜘蛛侠一跃而下 他知道电光人的弱点就是水 蜘蛛侠将自来水管道扯开一道口 巨大的水流朝着电光人喷射而去 上次两人大战 蜘蛛侠就是用水将闪光人制服 而这次他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纵使蜘蛛侠能以极快的速度踹到闪光人 但闪光人现在已经飞西 蜘蛛侠在他的面前丝毫占不到一点优势 电光人甚至可以从嘴中释放闪电攻击蜘蛛侠 幸运的是蜘蛛侠的蛛丝发射器在来之前 已然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果然是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经过电磁化的蛛丝发射器 此时对于光电人上万幅特高压电的攻击 竟然能轻松化整为零 谢谢Gwen Stacy 但蜘蛛侠还是小看了电光人 他居然能和周围的发电设备融为一体 在急速移动的同时 还能对比特发起猛烈的攻击 I hate this s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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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